11岁女孩挑战了这首《高难度》的歌曲,到了副歌标出惊人的爆发力,让全场都甘拜下风。 如果你有在关注大陆的歌唱节目,那对于歌手韩红一定不陌生。 藏族出身的韩红在大陆原本就是知名度极高的歌手,2014年他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获得冠军后。 演艺事业更是在创高峰,他曾演唱过无数经典歌曲,而2001年一首《天亮了》日前又再次引起热潮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让我们来看看吧。 其实这首《天亮了》曾获得年度公益歌曲,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于1999年的一场悲剧。 当时在贵州一处风景区发生一骑缆车坠毁事件,当缆车坠落那一刻。 车厢内有对夫妻不约儿童将年仅二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,这个小男孩潘子号最后之受到轻伤。 但她的父母都不信林安。 但她的父母都不信林安。 2000年时央视找到剧组要韩红创作一手工艺歌曲。 而韩红在翻阅资料时看到潘子号一家的故事被深深打动。 于是她领养了潘子号并创作出《天亮了》这首经典好歌。 中国新生代第三季年仅11岁的马来西亚成员汤金锦。 演唱了韩红的《天亮了》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,其实在准备演唱前。 汤金锦曾谈言自己有点后悔选了这首歌曲,然而当她一上台开口瞬间。 优美的歌声立刻令评审未知惊艳,小小的身体却有助气势如红的嗓音。 以超灵的唱腔演出这首动人心弦的歌曲,令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 当到了后段的副歌时她更唱出激昂辽阔的高音,立刻让现场所有人为之震撼。 超有爆发力的歌声令人叹为观止,不只成功驾驭这首歌曲。 也让现场的音乐老师谈微微听得忍不住流泪。 节目总导演更是大赞,直呼《天亮了》是在讲故事,让观众在听歌的同时也是在听故事。 而唐金锦的声音将这个故事更纯粹地表达了出来,这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精彩的演唱画面吧!听完后真的让人气鸡皮疙瘩呢? 这就是演唱的实力啊!唐金锦的实力实在太惊人了,期待她日后在歌坛上的精彩表现哦! 比我更大的声音乐老师谈不详传。 在这段精彩的声音乐上见很漂亮!